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的变远 今天的正方主缘是陈欣健同学 正方第一副变 念信行同学 正方第二副变 陈瑞琦同学 正方结变 劳庆永同学 反方主缘 忠顺 正方 反方第一副变 梁卓 赢同学 不好意思 赛会 我想更新我们的比赛阵容 我们应该是可能填错了或者有些什么 不会 我现在再说一次给你听 或者你可不可以打在聊天室那里 好的 谢谢 也可以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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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方第一副辩 中尚正同学 反方二副 潘志乐同学 反方结辩 方圆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马锦铃慈善基金马瑞 试验纪念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程东瑞老师 金巴罗掌路要对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黄宝欣小姐 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侯耀浩 侯耀浩老师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台下发问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边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会有一丁提示 丁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个时15秒则会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到时本员将打断变员发言 并提醒变员评判扣分 都想提醒双方变员有责任去留意主席举牌 不接受比赛期间因为听不到的原因去不扣分 详细的畅规早前已发布置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主辩对赛规有没有疑问 都想问下双方有没有爱与申报 如果都没有爱与申报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有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ihi ik 我想听到 しょвет 无数十分之辅 首稻读 Why and how do we ask 丁丁 主 resultados Sally 丁丁 uren硏令 丁女权诗理 私達 同年功分除纏统发型,例如男性流短发、女性长发等 而学后将这种观念和确素整齐整结或稳定好 故此,学后也将这些硬送标准定作校规 作为行为一个学生才所达到学后带完得的确素整齐整结的标准 三个十年过去,大家对于确素整齐整结亦重新定义 工作场所内,鱼工不一定要扎边,男生亦可以留长头发及只用定型水 女生亦可以短头发和染心逼等,但学校却原理达步 依然另一度有一度的硬性规则 例如科工中学就不让学生使用固定发型产品 成功满身小型中学规定女生一定要触满你 这种行为硬性规定就成为法禁 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了法禁,不等于无的放置 学校的三大原则确素整齐整结亦不予遵守 只不过不是明白硬性规定什么发型产品的违规 正如学校没有更严,但都不可以歧视,侮辱他人 也等于学校没有任何特定行为 但是都不让没有礼貌,不专用他人等 故此,我方认为延迟的法教是一个硬性规定的这个手法 仍然不合适宜 学生需要遵守的只是校区的三大原则 而不会有特定的发言被禁止 学校应视乎情况判断 我方正立认题原因有二 第一,标准手就过失,不乎性的平等观念 以往法禁希望令学生肺炎有平一规范 直至今日,社会普遍都接受多元发型 常任法官霍兆江、沈理梁国铮 都要评教权实等一案时 指出社会上已经无所谓传统发型 要求大众跟随 例如男性流传法已经被普遍接受 相当规范过时,而且脱离现实 而教育局也在0月年 包括学校行政策 在学校时要任何校规 都不能够对学生组成歧视和性质并营 学校已经主动废除相关校规 科学中拼仍然鼓吹学生 只有一种标准法议 例如男性小轮流展法 女性就可以选择长发或展发 仍然对学生进行正面定义 不符合标准的学生 会被标准为犯规、受到惩罚 无助引渡学生、引渡学生认识性的平等 第二,条文折罰针对性 不符现代教育理念 擬用规范只是以整齐、缩缩为答前提 但运时的法针根本跟这些原则无关 例如男性流程合法 依然可以整齐、缩缩 女性放合法都可以整齐、整结 甚至掩心式都没有违反原则 不符合标准的 更方谬的是 政公会流互计念中学 有学生就因为头发先生啡色 被校方强逼去展发黑法 例如零零和原文中学 女性带投交易上学 最后甚至警告学校 不可以禁止学生带投交回校 当时会越来越多不同种族 中教会拥有学生 甚至不能够不担一标准利令的时候 在确实理由底下 甚至反禁只是破坏学生的自尊和选择 成员美国全教协会都指出 最学生实施法教会造成天见 准备学生自信心 最后想问两方 法教会是要什么准准利益? 为何男子长头发是一个问题? 叮叮 这个问题呢? 多谢各位 政方主便发言时间为4分03年 没有超时逃追求婚 原本是有4分钟发言时间 前面是反方主便 没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是咪是咪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准备好 准备好 可以说可以 可以 声 各位大家好,听完小分钟的开辩,不能发现有可犯了两个错误 一,判判厌况,有本今天举出国际学校的例子,把他们给学生演发 有本今天明显判厌况,佳因东西方教育差距极大 西方教育通常会先以学生的兴趣为首,会以极大的自由度 将对于原理学生的要求和速度较少 而东方教育即以学习为重,凡事都以学业为先 也着重学生的纪律,因此都会有更多的规范和规范学生 而变题中的法禁就是其中一种 一致有方今天不可以只是无限地抛出国际学的例子 出来要求和方解释,也要贴近变题的字眼 香港以香港现况下的教育理念制度和和方讨论 否则只是操控了变题 二,立场不清,有本今天认为中学生的法禁是不合时宜 但公平香港,法禁从来都不是中学独有的校规 不论是幼稚园还是小学同样都有这些限制 一方眼中如果可以推动性别平等 那小学或者幼稚园的法禁都应该一片取消 任由他们抛染头发 有可能眼中他就会对社会发展最好呢 有方解释 并管清原的讨论变题 我们先来审视一下校风和纪律之间的关系 根据悉尼麦考税大学副教授克里斯鲍曼 2016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指出 当中发现学校实施校和制度可以加强纪律 并促进更好的学习 可见纪律和学习的成绩息息息相关 相互相成 这次今天行量变题的标准在于 法禁是否违反香港教育制度 以及社会风气 若否变题理应不成立 可否反对变题原因有二 一、纪律有助促进学业 了解规则和香港教育制度 正如刚才所说 香港的纪律越好 他们的成绩就会越好 这次法禁是一个可以令学生 纪律变好的渠道 配合香港追求成绩的教育风气 法禁作为校规之一 可以令学生意识到 学校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学校不可以随心所欲 又要讲求规则 在全言目化中 学生慢慢知道 他们和学校的等级不一 学校高于自己 同时令他们知道 自己要服从学校 但这种的服从 绝对不是盲重 而且学生知道阶级的分别 也是成长的一种 这次法禁和其他校规一样 都是为了令学生的纪律变好 从而促进学业 他问有方 那么英文学生不需要有纪律呢? 二 学校建立平衡 避免世代矛盾 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事物 都有他们觉得的美 因此九一代的人 会明白四一代认为的美 反之逆然 这是无法避免的代抽 而为了避免世代之争 学校作为中间人 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立场 因应时会封气 去制定一个大家都不反感 一个平衡的方案 你得注意的是 头发的长度 并不包括在发禁内 换言之 学生可以因应他们个人的性别 应同去处理头发的长度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发禁 让学生保留他们最自然的发型 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接受到 而这个方案已经推行了 多于半个世纪 我方不明白 为什么去到现在 就突然之间会不合理 想问有方 知不知旧一代的人 会明白新一代认为的美呢? 谢谢各位 反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37秒 无超时 无需求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请先请政方派出入位台上便宣 向反方主编提问 反问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反方主编会有一分钟准备 然后有一分钟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时间一样 于限时前前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叮叮,接着就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向政方主辩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法研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先是发问分数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范示范,听不听到? 听得清楚,准备好,可以赶可疑 可以 评判注意填写各位,今天右方是很直线逻辑的 说到我们要守规,所以就要发禁了 右方逻辑每一条校规,我们都在鼓励人守规的时候 根本右方立场下,条条校规都不会不合时宜 条条校规只要它存在一条校规的话,我们就要遵守了 就要不废除了 有方第二个论点反而会说 学校他们是有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但有方第一个论点明明可以说要教导学生守规 就是要他们盲目服从学校定下来规律的时候 学生学校怎样考虑下一个世代的意见呢? 学校又怎样做到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而不是鼓吹学生继续盲目服从性别有歧视的校规 所以简单问右方,有哪一条校规是不合时宜 按照右方论,各位 反方转变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算 叮 那么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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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現代教育,所以這個效規會令大家有偏見,會令大家蠻蠻服從 但是說今天現代教育違反現代教育,正正是有方 有方今天跟我說要完全沒有,要大家去理解明白 今天有方沒有這個效規的時候,其實大家不是蠻蠻去跟從社會的潮流 麻煩有方自己交代清楚,所以有方跟我說 現在我們守規矩,所以所有效規都要廢場 但是我方已經跟人說,其實不是所有效規都要廢場 現在今天有這樣的效規,是的確令大家身心靈受傷害 是真的會對兒童,對青少年的生命者受傷害的時候 這些效規才要真正的廢場 而今天法禁這件事,正正是我有需要我可以去申請 而並非說,今天一刀切要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沒有 你有方自己其實都是明白的 所以今天去看學生的本質 其實學生本質是看他的需要 規矩是死的,人是生的 我可能有地中海,所以我需要一個假髮去遮一遮 那我就申請 我需要長頭髮,也照樣可以申請 而並非今天一刀切 因為一刀切就會令到有人濫用這種自由 因為校服的設立就是不想大家花那麼多時間在上面 不是想大家去穿衣服 所以就會令到成績差的同學有理所當然的藉口去攀比 他為了自己的一技私用 所以遊方今天都知道教育定下的範圍就是讓大家輸入正常的價值觀 所以其實到底就是 應該是我們 學生本質就懂得其反 還是今天遊方就好像職業陪伴學校那樣 什麼都不理,沒有就好 甚至遊方覺得今天的社會不需要任何法例 多謝各位 返方第一副片,拔任時間為3分12秒 沒有超時,沒有追求分 好,請先向鏡頭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片 沒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先向鏡頭 是 是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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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評判以及對錯學校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以及對錯學校聽得清不清楚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你準備好可以趕 可以 準備好 主體評判就是各位,比賽來到異副位置 我們先睹防心心,看看有科學的標準 首先,有科學主體走出來跟你說 不是的,所有效規都要遵守 所有效規都不能夠廢除 因此才有法禁,因為要隔路學生要守紀律 但很高興有科學去到一副位置都承認了 其實不是所有效規都是跟隨事宜 有些效規都的確是需要被廢除 以至於我幫你一副問的看法等等例子 有科學根本無法回應 立場倒退 可見有科學都承認了 現在所有規則都應該要跟隨社會的變遷 我們現在看到社會現在逐漸接受多元的法刑 的情況下 學校允許學學去處理自己 自主處理自己的法刑 正正就是不合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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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很高興有科學都承認了我方的三大原則 我們要整結朴素 但有科學又跟我們說 現在這三大原則我們都承認了 都承認了法格不可以一到次 要逐個逐個例子去看 甚至乎有些特別的例子 我們需要找學生去做特別的申請 這就是雙方最大的分歧點 我方常常都說 只要遵守到以上三種原則 根本學生怎樣處理自己頭髮都可以 但有科學就不行了 一定要有個硬性的明文規定 可否看回禁書還有個例子 在過往的香港根本沒有明確的禁書表 但這樣是不是代表政府可以隨便禁止一些書籍的發表呢? 這樣是不是又代表所有人可以發表一些人事的書 或者鼓吹自責的書呢? 統統都是不行的 要根據法庭的判決逐個逐個案件決定 去到現在 今年香港有十六本書被人禁了 這個正正 雖然原則上都是要遵從不同三個規則 不可以發表上以上的書籍 但是現在就有明文規定 說這些書籍根本不可以發表 這個正正就是有原則和沒有 有原則的規限底下和明文規限底下 何況今天不是反對有科學學生可以怎樣 怎樣染頭髮或者怎樣墊頭髮都可以 而是說今天只要學生符合以上的三大標準 只要他染的頭髮是符合坡素的頭髮 只要他墊的頭髮是符合坡素的原則 這樣就正正就是學生應該要做到的事 所以有科學最後靜低下來和我們說些什麼呢? 說社會的潮流 說不是的 原來現在社會潮流很恐怖的 學生是會盲目跟從的 先不論有科學怎樣可以論證到 學生會跟隨校規 而盲目 學生不會盲目跟隨校規 而盲目跟隨社會潮流 先看看 原來現在社會都是在付出 現在要 都沒有任何明文規定可以染頭髮 對於所有髮型根本沒有一個合觀的標準 只要不影響自己的工作 怎樣處理自己的頭髮都可以 護士學校作為一個社交化的組織 他們傳到觀念給學生 正正就是要跟學生說 現在社會在多元的發展 無論他染什麼頭髮都一樣是可以的 我們今天學校明文規定說頭髮不可以過明 電髮染髮這些就是壞學生 竟然面對社會 但是學生面對人的發展不同 學生根本無所釋除 根本是融入不到社會 這個正正是不合時矣 多謝各位 政方第二副變化現時間為3分09秒 沒有超時無需靠分 接著是繁方第二副變 你有3分鐘的發展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示麥示麥 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今天方說三大原則是整齊破訴合議 還有請問大家 破訴合議即是怎樣 我這樣的法人是否合議 我以負法人是否叫破訴合議 我方不清楚 所以說這麽無謀的情況 我方正有些有明文規定 我方說我沒有明文規定 不是是你沒有 我方說明文規很簡單 已經寫了校費 不准你五頭髮 不准你過迷 不准你過迷 正正是明文規定的時候 那有方為何沒有明文規定呢 既然有明文規定的時候 我們遵守的時候 為什麽不能夠做 很簡單的做到有方 你的三大原則 不准你自己 用兩種持股任由方 可以做拘捨責任 有方不斷說有方 我根本沒有說過 什麽是法禁 我方也不知道什麽是法禁 也不知道是有方 因為有方你作為正方 你需要論明清楚 那什麽是法禁 原來你自己也不論明清楚 發覺是什麽的時候 那你今天跟他說 那些什麽叫不合時 你跟他說 你不知道法禁是什麽 你說我沒有論明過 原來你自己 你連發這麽多不論明清楚的時候 那你今天是說什麽叫不合時 我可以完全懲罰 所以在通常出事殺人的時候 跟我說我方 我方呢 我現時有下學規是不合時的 我方根本沒有說過 有方沒有自己作料 我方說得很清楚 現時下學規經過時間的推移之後 就算是不合時 一族已經被廢除了 所以現時下學規有沒有不合時 沒有 所以我方說不是 看法的這些是不合時 現時都沒有看法的時候 為什麽還是不合時呢 正常就是這些 看法的這些 你有沒有適合校規 就是明明規定 完全明白 所以說現時正正 是沒有這些 校規不合時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說不到 現時有什麽校規不合時的 所以 再說 第二次就是很直線邏輯 我方說 因為你限定了法型之後 就有性別定型 很簡單的 學校要穿校服 男生要跑多一圈 甚至分開上一些 性知識的學校 其實都有性別定型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資材通通都要取消 通通都要 是不應該做的 資材跟你們說 不是 你針對性不同的性別 會限制他們的法型 其實沒有 因為我方限制是很簡單 就是不讓你過微 不讓你過微 可能用耳朵 但是你都可以自己選擇不同的法型 可以選擇去不同的法型 可以選擇去不同的法型 可以選擇去用一些MIRROR的法型 可以選擇用我方的 適合的這個法型也可以的 所以說用不同的法型的時候 只不過是限制 希望我們整理的時候 為何不可以有 為何依然會有限制 我方完全明白 所以我方 最後就是要看 一個應該學習的校規 一 我們要有校規 不讓大家說粗口 讓大家欺凌同學 而且大家有盧性 希望大家在心智未成熟的時候 不要胡作非為 和蝕養成首規的一些好習慣 因為當你投身社會的時候 沒有人會被你爆粗 依然可以爆 但是你投身社會之後 你叫法庭 你需要奔裝出席 你去逆戰的都要脫鞋 那就是你讀不同的宗教學校 都要尊重它的宗教背景 你也要祈禱 所以說 如果不是鼓勵的時候 這個社會普遍 他尊重不同的文化 尊重不同的背景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方你是不是希望 你覺得這麼自由的時候 你是不是希望 那些法庭可以穿拖鞋 逆戰 做義褲 你是不是都覺得 都是合理的 我方完全明白了 都是個位子 反方第2負面 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無超時 無需9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政方派出入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看鏡頭並示喚 可以 請便員開看鏡頭 不好意思 可以 請便員開看鏡頭 請便員開看鏡頭 請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有方立場 都是無非建基於一個 不合理的標準 他說 法禁是為了解決 世代的矛盾 這個並不是解決 而是製造矛盾 所以我們見到東華三院 黃忽南中學學生 向平基會 投訴學校不給留法 是得到很多人的響應 這個正正就是反感 完全不是在世代矛盾之間 處得平衡 所以無論在平基會 還是美國全國教育協會 都說法禁是會令到學生 身心零售選 所以和體罰是無異的 更離譜的是 有方說法禁是被同學認識 階級觀念和紀律 按照有方的邏輯 以往香港的學校是允許體罰 都是在體現著 學校為相同學為下的精神 甚至是令學生非常有紀律 簡單問有方一句 體罰是否都合時宜 要重新允許呢 多謝各位 返方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叮 小靖不好意思 是 想問一下正方的同學 是否有疑問 沒有 剛才我們有位便 現在入辦 是 是 對 不是 我們有空 有空 的 是 有空 是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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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准备时间完结,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愿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楚了,美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首先我们游邦来发问 游邦现在问我们的看法是否应该要合时宜 但现在看起来,其实看法一早已经被淘汰 正是因为不合时,现在不合时的合规都已经被淘汰 所以不明游邦现在问我们的原因何在 而且游邦在今天的看法团来说 发感的看法,因为我弱,都会令大家身心受损 但重点就是,其实今天两者的程度不同 不能够相提并爱 那看法就是,我的容忍会受伤害,这是办法 而我今天发感,一辈子都和你说得很清楚 第二个都和你说了,就是 其实我们是可以申请的,你自己心灵 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礼物去申请 那这个是随着时代虚拟 大家是对发感的一样东西的理解不同了 所以今天游邦跟他说,我的标准不合理 但其实今天游邦的标准,游邦不要猛烈 其实今天游邦的标准就是要衡量 到底是否法禁是否违反香港教育制度 所以现在不是,更何方言就是和你说 现在我们有法禁就会有纪录 有纪录的情况之后就好像主编所说 叮叮,请反方停止发言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入位台下辩员答问 请辩员开看镜头并试咪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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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准备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是吗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指法禁是源于60年代的标准 当时工作场所要求获素的政策 因此学校同样禁止游邦等的发应 但60年代的工作场所并没有文明禁止游邦等的发应 当时的中环大把银行家都留着这类型的发益价 因此,发禁和过去的工作需求从来都没有直接关系 有方都说不出任何的论据 相反,我方以资料论证定立发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纪律 和性别定型等的原因无关 我方只需要论证,现今的发禁在确保纪律上没有不合适的斗交 有方都不需要拿看法这些有违法例不能够类比的例子出来说 因此,简单想问有方,发禁是否令学生更加知道校外和校外 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有所分别 还是你觉得发禁反而是令学生更加反叛呢?多谢各位 正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人的那个花费目符 在电话证定立发是原因 是5个人的结社吧 我就是那边 还记得了 我如果是一直在这 ear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完结,也有请正方派出位便宜回答 你有一分钟做得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听得清楚准备好,可以改,可以 可以 订阅各位,今天邮方质疑我们的背景 就说我们60年代没有法禁 但今天常任法官霍少江审理梁国雄挑战法禁一案 指出,当时法禁是因应社会上 普遍是法式而用的硬性规范 所以今天不明白邮方不学,今天邮方的标准 准备是成立的,所以去到邮方 今天论证整条变题的邏輯,究竟是什么呢? 我就说我们要教導学生守规,所以就要守法禁 先不论今天法禁和学生的纪律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我今天不守法禁,就代表是一个坏学生呢? 今天邮方和学生交代不了 所以到邮方的邏輯,说守规 不守法禁的话 今天根本就没有一条校规是需要被废除的 所以邮方是否宁愿学生守一条坏的规矩 在邮方立场下,都是要培养守规精神呢? 而邮方同学的逻辑区别 就是要什么都要做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看镜头并视麦 跟没讲解 要请认识 想问评判以及对策学校听得清不清楚? 不好意思,可以再试一次吗? 是否听到呢? 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说可以 可以 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分直线逻辑 然有的效规就一定是合时宜 取消了就代表不合时宜 那么今天变题就不需要讨论 去到义父都说要尊重多元 但是尊重的方法是叫人家入旨申请 那么为什么有人天生啡色头发有得 但头巾没问题 其他人就不行呢 甚至义父推到性别定型都没问题 全场友方质疑我们朴素合议的标准 那么很奇怪 现时的中学背囊都不得几款可以选择 手标也没有规限 但是要朴素整齐 甚至言语都没有说哪一句不能说 这些通通都只是用一个原则 就是朴素整齐整结有礼貌下规 那么在友方的逻辑下 老师不懂得判断 是否我们就要指名学生 不可以用哪一副背囊手标 甚至连说话都要有列表去指明哪一句不能说呢 现在校规又有没有这样做到呢 多谢各位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叮 说明不得了 的 要有点 任何 可 以uu 的 看 人 要 能够 想 想 行 我 準備時間完結,現在有請反方派出入位便宜回答 你有1分鐘的座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範 試咪試咪問聽清楚不清楚 聽清楚,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再給大家一口聲,有可能很難問 回到問題,我們其實很多東西都有明文規定 例如我上學,我穿一個強烈穿的球鞋,一半都是白色的 我的書包,它不可以有掛式 而且它只可以是一些簡潔的圖案,要拉鍊或者扭扣 所以一切都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連法禁都有明文規定 不可以演法,不可以演法,全部都有明文規定 雖然是有方跟我們說,你的破素合議是甚麼 你想用怎樣才為止破素合議 你的頭髮去到幾場為止,就等於不是破素合議 有方這個是你需要論正的,不是你要問我們 所以現在說法,現在殺禁它不是不合時宜 現在殺禁它不是不合時宜 因為它現在你要做到這個破素合議 破口罪,就是不可以流程化,不可以演法 不可以演法,所以有甚麼問題 不可以有方解釋清楚,都是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請辯員開看鏡頭或是麥 是麥,是麥,請問聽不清楚 聽得清楚,準備好,可以講可以 可以 請請辯聰請 各位大家好,今天一部強調做了破素整齊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你所說的破素的變法 破素的演法到底是怎樣 我以前講過很多次,每個人定義的破素整齊都不同 以致學有必要去定義一個標準來減低爭議 還有在上學時間,學學問得要求多有成年的原因 有方通通都討厭過 因此從來都不是我方保守 返從東方教育的一套 而現今的香港 無論是教育政策和社會風氣 都繼續有著牢口的東方教育特色 以知識為師 因此有方今天的論據 大部分都是來自美國和其他國際學校 但這些外國的教育模式 還不是香港今天的主流 不發現現今香港四季 因此想問有方 我方有資料論證的幾個時候 你學習成果越高的時候 你覺得發動反而會令紀律更差 還是反對的 是整個的東方教育模式呢 都是各位 政方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計時 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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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發問環節完結 現在是傑變準備時間 雙方傑變各有一分鐘作準備 現在開始計時 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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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完结,现在先有请反方劫变总结 有四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试 听得清楚准备好,可以赶口语 防范打好,没有结辨位置,中复了全场比赛 那么简单,其实有方的立场很简单,四个字就可以总结到 有方需要自由,所以我现在同样都是一个学生 我同样都渴望自由,但我和有方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明白我的身份是一个学生,我最主要的職務 我就是要学习和维持我的技能,所以我做了任何事情 都应该以不影响我的学业和不影响我的技能为前提 甚至我一脚一动都会影响到我学校的声誉 这些通通都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但有方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说是很适合的,但今天有一个很搞笑的,那三大原则出来 但是来到结辨位置你都说不到,究竟大众眼中什么才叫做 学数整结和合议 所以我和你说法禁就是现在学校眼中的学数整结和合议 所以这样就正正就可以避免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 甚至我刚才前提过一个资料说过学生的纪律的确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 所以并不是我方死板,而是有方来执迷不悟 那是自己的成绩,那是自己的粗恨,甚至是学校的声誉通通都不重要 就是一味追求自由,而去漠视一切 自由意味着这些东西我们从小听到大了 但是有方就完全没有将他付诸行动 甚至说的歧视,这些歧视完全都不是我方可以决定的 有这个世界,假如你有任何的法益,你想要有要求的 你就自己去跟校方商讨,如果他同意的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不同意,那就是无论有没有禁法令都好 都没有可能被接纳的情况之下,凡清有方不要再怪罪于禁法令身上 我之前也解释过很多次,我完全没有歧视的意图 而是大众的眼光根本就很歎视,接纳度是极低 没有办法可以接受到各种新的风格 可以说到以前在日本,他们是流行把牙齿点黑 意识者很美,很端庄,文系復兴时期 甚至普罗大会觉得法制线越高就越美 对比起来现在科技日新月异 人类的审美几乎是每个月都会变的 西代的矛盾只是会改变,而不会消失的 所以上一半在短时间之内 接受到学生留长头发,剪头发,变发等等 同样都是艰苦却绝 所以有方今天说我们以天态庄 我们限制了学生,说我们只是听校规话 但原来今天有方自己才是以天态庄那个 学生反对法禁,就等于整个社会都反对法禁 忽略了社会上的其他的声音 所以有方说我们现在无不合时宜 所以禁法是不需要被取消,没有讨论空间 但问题在于我方的立场就是这样 所以有方是很输打赢 这样就是无讨论空间,我方实在是不明白 你讲到要明文规定 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话 你觉得拓宿整体合议是不需要明文规定的话 粗言畏语这些都不需要明文规定 那这些是否都应该去取消它呢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言,打个比喻 为什么有红绿灯的存在 无非都是为了保护大众的生命安全 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学校要定乱考规呢 无非都是为了要输入课堂而追 针对青少年尚未发育成熟的心智和弱和心理 让学生明白,这里是学校 你在这里读书,你就要尊重这里 定乱规则的标准是要符合教制度和社会的风气 而并非有所谓的并民规定 我可以明白了 现在中学生正值青春期很追求自由 但更快你做一条中学的规矩 无非都是为了中学生想专注学业 为什么重要的是 我希望有方可以学习半位思考 在学生的立场去出发 自由固然是重要的 但与此同时,校方又何尚未为了你的成绩 你的品质文化 各位各位 反方结变发现时间 四分零三秒 无超时无需继续 最后有请正方结变去总结 你有四分钟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先 准备好 谢谢 在节变开置之前 先问大家 你们喜欢看多拉甲盟多些 还是天线得得月多些 还有各位 相信大家都听到一头无脚 我们的一个名字 为什么叫甲月丙丁呢 因为辩论场上发言不得使用外语 但我们香港人平时说话 都会中英甲集的 大家听得闻的东西 上到场都会变成中文 究竟规则 是不是一点改变的空间都没有呢 其实今天相当同意 学生的外形应该是樸素整结 但分歧在于是否需要一个硬性的规管 基于遇上分歧 我们可以用三个方法去看一看 第一 发禁众是否符合社会思想 正如有方结变所说 时代不停进步 对于外形的标准也都一样在改变 在几十年前上班上学的人 都会剪上一色一样的头 但现在已经不再是某种发型才得体 社会的审美观每一识不变 所以当时停机会都说到 校规应该有足够的诞性 一个明文的规定 什么头发剪得不剪得 但怎样适应到 其实整场我们不难发现 有方是没有提及过时代背景 所以他们论点才能成立 我们再看第二样 校规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北韩的发言屋 场上会有15本国家指定的发言 你只能在床中选一款 可能这个就是有方心目中的乌托邦 这个极权国家用硬性规定 去令到人民服从 而校规对外形的目的 校规对外形的目的 就只不过是确保同学是整结 正如言行方面 只要有大原则的情况下 同学都一样可以遵从 不会无得放置 这个世界没有被禁止过 那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不应该解禁呢 有方就说 不,发禁可以促进纪律 帮助这些人读书 在三大原则底下 究竟发禁究竟是头发又怎样会影响纪律呢 所以有方同学第一论点 他在后场已经不再提了 再看第二样 他说大连几些人接受不了新的发型 但是我方以赎都提到 根本社会对头发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 甚至台下都跟你说 发禁才是造成世代矛盾的原因 不明究竟今天学校先要用学校来做中间人 有方去到后场都不敢再推了 只是质疑 没有硬性规定 你怎样推行三大原则 其实正如台下所说的 有方根本在摧毁一件事实上 学校不同的校规 譬如说要对师长有礼等等 本身都不说规范 什么行为是有礼 什么是不有礼 都是按情况而定的 那是否以上种种校规 学生都会遵守不了呢 有方去论点的建基点就是 存在即合理 照有方的逻辑 清朝的男人要杂鞭 女人要前足 喂 现在都要照做 不然总先就不会议了 有方说知否世事上变弯 才是永恒 第三 法禁对学生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幼稚园的时候 大家都要背同一个书包 小学的时候 每个人要食同一盒饭盒 在有方的逻辑底下 其实学生已经等同于监犯 只要一美追求几率就行 但其实事实上 随着个人成长 中学的定位 是不应该再将规限 皆学生申讯 更加重要的是 是要令到同学 可以有自主的能力 可以做到一个社交化的角色 令到学生可以融入社会 像法禁那样 其实你根本就解释不到 为何发型会和整体有关 但依然强迫一些学生去服从 其实只是令到学生对外形有所误解 都可以出来社会发现 原来学校和社会的做法 矛盾的时候 应该跟哪套呢 作为各位辩论本身很自由 只不过是用言语去寻找事情的优劣 但到现在辩论这件事 是加上一条有一条的规限 结辨的模式一定是故事 棺架声闻 负辨一定是两分钟博 一分钟稿 当辩论员一直跟大家说 要独立思考 但自己就在辩论上 要一直被棺架限制 如果辩计 剩下一模一样的辩元 被人批评说一代不如一代 我跟你都是被棺架阻碍的辩论员 叮叮 人们的时代改变 一直说自由自权 但去到头发衣着这些 就说要一致也要受规 其实自由思想一直留在表面 去到根底也能改变到 这些规矩加到下一代 是不是要盘分出 一只有一只的港珠呢 多谢各位 政方结辨发言时间为4分14秒 无超时需继分 每一人将会与评判和相方合分 业手作联络处理分子问题 但为了把时间 我们都会在三位评判 填妥分子于效逐一邀请 为今场评判 今场比赛给予评议 请对赛的双方留在原地等候 都想提一下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去评分 每一评判 请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而下一位得10分 请问三位评判 哪位评判已经填好了分子 可以先作评语 请不吝点赞 剧场 都会转发 二位在原地中 这样的境界 可思想 联合 在一位 他代表 市 heroes 灵分子 得 falls 但 成立 詞曲 李宗盛 谢谢 首先大家好 辛苦两方双方对赛的学校 我想问听不听到吗 我会太远 听得清楚 谢谢 辛苦双方对赛的学校 其实在开学刚刚初期 其实就准备了这场辩论比赛 都明白是辛苦的 所以以至到有些位置我自己都调了一条 我觉得赛的资料不是很足够 不过我们应该是太赶紧 或者是无法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双方的一些表现 有赚有赚有赚 然后也讨论我自己的看法 但利益辛苦一下 就是我没有参与耀道那边的这场比赛 所以你们可能觉得 可能我说的事情和耀道的流程是很不同 也不一定的 也要让大家知道 有一个原则就是 如果我刚刚一会说的事情 和大家的老师 或者教练的意见是不同的 一切以老师教练的意见为依归 因为我始终不是和你们一起准备的 而且组织有点混亂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还有可能希望稍后的评判 帮我补充一下 在正方方面 其实我是特别欣赏正方的合作分 我也比较低分 就是我感受到 他们第一条Q 应该是主辩问那条Q的时候 他不是主辩 还是主辩 总之 说完主辩之后那条问题 其实我明白同学 已经是可能捉到一些 反方主线的一些 叫做你们觉得的矛盾位 但是你们都最后是选择回归你们 一起谈好那条流程 然后每个位置一起去捉 一样东西就是究竟 他觉得哪条效规是不合事意的 我看得出你这条Q是由头追到尾 合作的位置 我也看到是帮助你不断捉 对方的立场有没有去改变的 所以我是特别欣赏 这条合作的 还有在立场上来说 始终我也觉得 正方有一个 似乎有道德优势 就是说我给他选择 但其实我也是一听 正方的流程 也有存在反方由头 打到尾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给了三个原则之后 究竟是如何去具体执行呢 如果没有明文规定下 而这个前提是 当打到后场 其实原来去申请或者去个别处理 每一个同学的一些需要的时候 已经是双方的共识来的话 其实我不太明白 也不太明白 大概也怎么说呢 就是你那三个原则 整齐、樸素、整洁 其实你们如何去具体执行呢 其实我觉得有点 对反方舍底的位置 在一个赛制上没有自由变 如果反方有自由变的话 其实他逐个问你 可能有一个同学 都是全部是长头发的 过了吗 对于你来说 这个是否是樸素整齐整齐 那这些答案你会怎么回答呢 那或者是 或者他会说 有男生可能流到长头发 他真的被一些 似乎社会上都觉得有些奇怪的案例出来 可能是检查金毛的 或者是高级了 这样进入学校 而他很需要的 那他去申请 那这个又可不可行呢 其实我会问就是 整齐、樸素、整洁 其实到最后 是不是对于政方来说 都是有个法禁的存在 那而你们的法禁是什么呢 那这个是 其实我觉得政方 是到最后都不是很解决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每一次 反方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期待 政方可以具体地去答 但是 都不太能够答 我觉得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有好 也有改善的地方 那当然 反方都没有很深入具体去问 那我不会就处一些 他没有深化的一些攻击 然后我帮他加分 那至于反方呢 反方的流程 其实 他的优点也是同时的缺点 我听下去 就是很简单而明的 尤其是他第一条台下的时候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自己的流程 用台下去解释 是有点危险的 如果他早一点点 正位解释得清楚 可能就会更加好 他会觉得 我其实只是说 我有纪律 然后我执行了 我就帮到学生去发展 因为他执规矩 是帮到他成长的 但是我会有点点疑问 是为什么执规矩 这个规矩 必然要是执头发 是的 或者是后面 其实也会有 不同的解释 可能是 其实书包也有规定的 或者是皮鞋也有规定的 但是我听到 在一开始出条 的时候 我明白执规矩是在帮学习的 我都明白 可能反方说 整个东方的教育 都是这样运行的了 我们斟着一遍 看字眼 香港就在东方教育的一部分 虽然正一集很快就讲一些 台湾、日本的例子 我听到的 都比较分的 但是我都会去问 就是为什么执规矩 他就必然是头发 而不是其他东西 还是你都会跟我说 其实香港是比较均奋 会可以直接认许 这件事 是不是就是反方的立场 至于 双方对于歧视的位置 我都会觉得 这个是正方没有触到的 就是反方说 如果你觉得有歧视情况 你就可以去申请 或者去 去跟老师学校谈 其实反方提出 这个申请 或者是商讨 去回应歧视 这个点 如果正方回答 其实你要一些 可能是天生 有种族 有颜色的人 去跟别人不同的 去申请 是不是都是一个歧视呢 这个也是我去听回应的时候 我会有些疑问 也是一样的 正方没有说 我就没有认识 只不过是 给大家去思考一下 最后 其实我看着这条辩题 就是 我觉得不合时 这两个字 是很值得 大家在背景里 再调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 双方的背景 其实 都 有一些 可以做好一点的地方 就是 到底你们觉得 在香港的教育下 我们中学生 其实是什么 合时宜 我们在看的是 现今的香港 还是 教育 其实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教育 我们是在培训香港十年之后的人才 我们知道中学不是 就是读完六年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继续去升学 不是出来就业的话 那我们对于十年后的社会 的想像是怎么样呢 我们遇见到十年后的社会 其实是会发生什么情况 或者什么需求 然后回应变题的事情 会这么加合适 例如 可能我会想 就正方来说 十年后社会是尊重多元去发展的 那我就可以在校规上 去适应到十年后的社会 的一个要求 或者需要来理定我们的准则 那当然你们本身背景有去铺 我觉得都可以去这方面 可能再发展得具体一点 如果一调回来 就着反方来说 那个背景就是 我们看到十年后 其实香港的变化都不会很大 大家说你们那些老年人 第二个点是中间人 去解决世代之争 那些世代之争 一定是必然存在 因为那些人没有死 十年 他们一定不会认同你的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所以现今 这个香港的中学教 就是要配合十年后 还没有死 又拿着权力那些人 然后我们继续规定 但是如果不是 你可能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可能你的教育 有机会像正方那样说的 但是现今 就不是这样发生的 那会不会都是一个方向去思考呢 那就是这样了 所以有些什么其他的论点补充呢 都交给另外两位评判 谢谢 谢谢 谢谢黄评判 现在想请韭耀黄老师 为大家继续评论 大家好 那就 刚才我第一个想说的这场评判 我觉得的是正反双方 我的感觉上 都有一个弄备我想主要提出的 就是正反双方自己 去到中后的时候 他自己的主线上面 就开始有一些偏离了 偏离的意思本身就是 在于是他们 譬如反双方来说的话 他说这个效规 他们希望避免了这个世代的矛盾 这个是一个做客戈 去做中间的角色 但这个论调上面 我觉得的是 其实是去到后面 好像反双方都不敢再去强化 或者是深化这个论调 就是 正方的论文都说 如果你按这个逻辑的话 因为校规 如果 我相信大家都想想 校规定的人的年纪 是你们的老师 或者校长 或者可以参考你们的家长的时候 应该都未必会尊重到你们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 怎样做平衡呢 其实我觉得很难 我会觉得 如果按这个论调的话 其实我觉得 也都平衡到的话 其实应该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说简单 我经常见到 上网有些学校的障礙 都说那些学校的合规很不合理 等等等等 也都说 林同学现在那个案件的情况 如果真的做了平衡的话 其实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可以存在的 当然反方可能会想 这是个别的情况 但我觉得这个论点 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消化 也都希望反方的同学 可能再多一点去做一些的 叫做补充 但我觉得这个位置 在后场就没有的 会是 那至于正方的部分 他就说现在那些的 校规的情况 就是一些 是不能够做到一些 可能是整洁 破数齐点 就是不能够针对这些东西来定 可能很没关系 上次说了一些兆基的藏宣 的例子会是 那也都会说 破坏了学生一些的基础 或者选择的基础 就会是 那这个位置 其实他后面 就 下到他的位置 就是在他 他不再说得很明显的地方 就是觉得 好像学生 你们所说的学生的情况 有多大的情况 去说回一个问题 有多大的会是 那整场的中间 我觉得是咬得最多的就是 其实 我不知道是正反相 有没有听清 对方的想法就是 正方是 我觉得是正反相 都说是 到最后分歧 正方就是说 不需要有规限 只不过是 在条文上面没有规限 我们可以继续限去 学数等等那些 反方就是说 不需要有明文规限 因为呢 学数太抽象了 我会看 整场这些就是 正反相对上的立场很近似的 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不过是 写不写出来 是这样解 因为正方方头都用了 我们不禁止学生说的 但是不等于你可以歧视 说粗口那些 所以我觉得 变题去到最后呢 那何为合时 不合时 我看到可能就是 在主辩的时候讨论过 例如 究竟是不是香港是 所说的 香港是东方教学 西方那些不合用呢 我这个本来 自己在讨论 因为我们都知道 香港经常说 我们在一个 中西文化汇水的地方 会是 那我们有国际的学校 也有资争的学校 那其实是不是 我们本身 是不是一定要跟回东方 就是我们跟的 是要传的那一套呢 会是 如果大家有看资料的话 我都是看的很简单 我都没有帮学生准备 会是 法禁本身要去到 可能去台湾的时候 会讲一些法禁的概念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 就是在于 正反相对 好像应该做多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在于是在 那个 讨论香港的背景 会是 因为包括市社 就是跟现今 香港的情况 做讨论 会是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 今天正反相对 论短上的地方 就是说 可能是一些我们校规的存在 就是帮他们有多少个训练 那其实这个 不是很说得出一个 时代背景的会调 即使你说香港是一个 追求成绩的教育风气 是 香港是追求成绩的教育风气 就是理论上 即使现在食令和同下国的大学 但是依然我们都追求 学生入大学的会调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背景 好像抽离了这个位置 很久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除了比赛到中间 好像大家好像 亂串 一些石子出来 去说别人 你直线推论 你直线逻辑 你直线思维 那大家都好像 说对方很直线 但是到最后 好像 是大家正反相当 有些事情没有认证到的 即是我不可以说对方 你说他错 但是我觉得 下次大家可以说多一点点 就是 你说别人直线的时候 那其实你会想一想 你自己有没有犯了同一个毛病 我觉得台上的同学 都可以想一想这个毛病 那第二件事 我想说的地方 就是在于 其实是 今天台下的同学 问的问题 我觉得是很高的质量 如果你们留意 看pback的话 我觉得的是 你们台下同学 其实是想帮你们 解释多个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 可惜的地方 双方的截变 没有善用这些位置再深化 正方截变 可能只有一句 我会说过 台下的同学 问你 但是如果 我相信台下 不知道有没有教练 或者是帮你们 会是 我觉得台下同学 都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 他们问的问题 可能就是台上 遗留了的地方 其实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应该转一转的 打法 不要用回既有的稿件 或者尝试改一点点 就是 可能我们最近有些 网上的 i debate 跟不跟稿 可能都会被人骂的 可能是 但是我觉得 其实有些事情 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有些事情 我要再多一点时间 去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第二个 我觉得是可惜的地方 可能会是 那第三个情况 就是纯粹是 因为針对网上 网财 因为我会觉得 今天内容上是相对地 有些接近 刚刚所说的 我自己听到 其实立场上 就是大家觉得有弹性 分别是咬不咬不咬 那些地方 就是所谓 明不明文好些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 你们的组织的时候 那个的 评论的预速 我觉得这个反方 我觉得是 反方的 以赴那些同学 是更加明显的 就是评论 另外我觉得 我推论不是很完整 我难以去理解 你的推论的完整性 因为网财 本身那时候 会很狡猾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更加 考验同学 语速不要太快 但是每一句之间的推论 希望有一些清晰的 连接词去连接 那么 我相信会容易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就是我觉得 可能在组织的 评论的时候 去想一想 那些步骤 是不是可以清楚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今天 如果总结的话 其实是 可以再做到 好的地方 就是在今天 正反双方 在中场的时候 避免太过 追着对方去打 你们主线本身 我觉得 主线我怎么听 是开局都合理的 我觉得都讨论不到 但是中间 有些太乱的混战 就是 变成我不能够再 听得出来 主线深化的地方 而台下 跟我提醒你们 都没有去把一个 机会去 自己的主线 再说清楚一点 这个位置就变成了 一些可惜的地方 这是我的评论 各位 大家的评论 谢谢候评判的评论 现在最后想请 齐东两位思维 双方 在候评论 谢谢你 主席、评判、各位同学 五岸 其实 刚才两位的评判都说得 很清楚 也很仔细 我在这里 真的三言两语 希望大家原谅我 第二件事 都原谅我 因为我的电脑是没有镜头 所以我只能够声音到航 其实 我听评语的时候 有一个感受很深 就是黄小姐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未来教育的问题 很明显是现在我们教育界 正在商讨着重要的发展方针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 就是价值观的改善 不是改善 而是价值观的改变 今天这个辩题 其实是说这个 最重点 我自己分析的时候 就觉得 其实应该是探讨多些不合时宜 所谓不合时宜的争拗 我觉得是成长辩论比赛的焦点 包括什么呢 就是到底现在这个世代的价值观 有没有改变过 法根本身很坦白的那一件事 其实已经是过往最少 我会觉得是三四十年都应该有存在的一种 一种的效规 一种规矩 每一种规矩 其实背后都应该有一个价值 在那里 我很想双方讨论一件事 就是到底这个价值观 在社会上有没有改变过 这就成为了我今天去到叛变哪一方会胜出 哪一方说得比较好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元素 我认同后老师所说的 其实开变的时候 双方都说得相对好的 但是去到后面的时候 坦白说的就是没有扣自己的主线去说 其实政方最主要 他一开变的时候 我都认同一件事 就是至少我会这样说 应同他说的方向 就是说其实这几十年来 那个发型等等 其实已经在工作场所上 已经有些改变了 尝试去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世代和之前已经不同了 所以有一些事情 已经变得不合适 有些事情是需要改变的 其实在政方主辩的时候 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说其实 现在法禁是不乎性别 平等观念 但是你们发不发觉后场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什么再探讨 性别平等观念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后面 就有些没有办法回应 你主辩的主线 然后第二件事 他们就说法禁本身是没有针对性 不符合教育原则 我就在想 其实教育的原则是什么呢 正正最有趣的地方 其实反方会说出现的 教育的原则就是 希望通过法禁 作为其中一种手段 令到学生更加依尋規矩和守规 很坦白说一件事 就是说东西方教育文化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似乎 跟不合适宜的论调 其实就有些不相配的地方 不相配的地方 然后就说了孝丰和纪律的关系 我在这里很简单 只是想说一件事 我讲一个实际的生活例子 话说这个弊校有个便缘 在暑假期间 他声称他说游泳 所以令到他的头发很肥 那便缘在我们中一的 迎生日的时候 就回来了 让一些中一的家长看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中一的家长 就去问回我们学校的校长 就说为什么有个学生 可以检头发 某程度上这个实际的例子 就告诉你 其实在我们香港的社会 对于学生 在法式上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仍然是有一个相当根深蒂固的概念 整条变体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就要讨论到底 到底是不是有些东西 是不是价值观真的改变了 而导致法禁这一件事是不合适宜 但是在这个实际的例子里面 我刚才告诉你 在我们所见的父母 家长 师长的反应里面 其实坦白说一件事 香港的社会风气其实没有大变 因此其实是否 就是法禁这一件事 就会变成不合适宜 这就是今天我觉得 都需要值得讨论 或者反方可以发挥的地方 真的到最后 刚才后老师也说过 尤其是是网赛 的表演变得更加重要 我不是说要针对某一个变缘 不过我只是想说说我的感受 所以不要介意 反方的义父 其实他是一个很高的男孩 我见到 电话离开他很远 所以其实他三个时候 已经跟其余的三位女同学 效果不一样 第二件事就是 辩论其实是一个 除了是思考 逻辑的比拼之外 其实他还是一个 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比赛 我都重视这个技巧 当你说话的时候 说得很快 而且我感觉上 说的时候 吸了很大口气 有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紧张的时候 深呼吸 我经常教表演变缘的时候 深呼吸说话 有些时候说得未必是清楚的 所以便完 其实都要留意这件事 有一个好的表演 有些时候是很帮助你 得到分数 这个我都觉得是重要的 我不阻止大家 这么久 这一场比赛 的确 不好意思 我虽然知道 都有录影 但是其实 正如黄书仔所说 资料不算引用得相当多 但是我觉得 在这么短的时间 准备又刚刚开学 其实已经做得不错 大家继续努力 多谢各位 谢谢程先生的评论 在公布赛果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正方一辅便信行同学 恭喜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论是 现今中学对学生实施法 更不合时宜 由正方全湾高纳中学 对反方天主教熟得英文中学 正方得票为两票 反方得票为一票 票果为二比一 由正方胜出 恭喜 今天的比赛到此完结 多谢大家 都辛苦了 对赛学校和评判 谢谢